一名女子到台北市大同区的一处商店 买玩具枪 竟然趁店家准备打烊 忙着清点金额的时候 回头抢走现金5万多元 接着更展开了南北大逃亡 警方寻见调阅监视器发现 她先是搭乘高铁南下 又打算要转成台铁北上逃逸 在过程当中还因为退票的问题 跟站务员发生冲突 老板娘低头忙着清点钞票 没想到这时一名黑衣 女女却突然闯进柜台 二话不说将她手中现金通通夺走 被害人根本来不及反应 女子随即又拿起玩具枪 朝对方脸上猛砸 接着急匆匆逃离现场 被害业者又气又无奈 因为一天的营业所得 全被嫌犯洗劫一空 事发就来台北市大同区 太原路一间玩具店 嫌犯疑似早有预谋 10号晚上8点多 先到店内购买两把玩具枪 没多久趁店家忙着打烊 清点现金时回头抢走五万一千元 被害人吓得赶紧报案 警方巡线调阅监视器 锁定嫌犯位置 我们台北市大同分局 我们有案件要找你 你终于先帮这 远警南下到火车站 将嫌犯逮捕上铐 原来他动手行抢后 先搭乘计程车和高铁南下高雄 随后改搭小黄北上逃逸 最后在转成台铁的过程中 因为退票问题和战务员发生冲突 持牵盘攻击对方 这才害得自己行踪 曝了光 又发现犯嫌北上 前往台中市一带 经向市民地检署申请拘票 于13日15时时分 在台中市居底股嫌大安 并查后张款四万一千元 嫌犯落后 便称自己遭到附身 不清楚做了什么 但他前科累累又一再犯案 不知悔改下场 也被院方裁定羁押 记者赞心老永中台北采访报导